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 那上周呢,哈马斯重要的军事领导人西马尔 也是一年之前对以色列进行恐袭的幕后策划者 在加沙地区的一场战斗中呢,被夺去了生命 那么西马尔的死呢,在网上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那么从这些讨论里呢,我们就看到 现在中东、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根本分歧呢,越来越大 而这种根本上的分歧,很难在短时间之内获得扭转 即使是达成停火协议,那也是表面上的和形式上 关于西马尔的死呢,实际上这里要澄清的是 西马尔被夺去生命,这对于追捕了他长达一年的 以色列军方来说,最后的这场战斗是偶然的 但是把西马尔逼入绝境,则是必然的 而对于西马尔来说,这最后一场战斗 到底是和以色列军方的偶然相遇呢 还是西马尔自己主动走出藏身的隧道 用他的生命去证明他要在加沙地带 反抗以色列致死的这个决心呢 就现在得到的信息来看呢 我们无法确定西马尔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么在去年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不久 我就专门的讲过关于西马尔 可以说西马尔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在和以色列进行战斗 可以说在他的词典里 是没有和以色列和平共处的这个概念 那么无论是西马尔主动的走出隧道 想要自己的死来证明他抗击以色列的决心 还是呢,他只是在转移的过程中 和以色列军队偶然相遇,造成了他的死亡 这任何一种情况都会让西马尔成为所有仇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心理的英雄 那么从以色列军方所公开的西马尔被击杀之前无人机拍摄的他最后的画面 让人看到了西马尔战斗致死的那种决心 很多中东地区的专家都说 至少在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公布这段录像 实际上就输掉了宣传战 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声称 西马尔的这种死 会让更多的人追随他的脚步 不过以色列军方的官员呢 则告诉皇上的邮报 以色列军方有义务记录现场的情况 并且和以色列的公众进行分享 而且呢,这位官员说 无论我们曝光什么样的画面 如何讲述这段新闻 哈马斯呢,都会发起一场宣传运动 把西马尔塑造成英雄 那么研究哈马斯的专家 尼尔顿·埃德华斯 就对采访说 西马尔的这种死法 实际上驳斥了之前以色列 对他的一些抨击 那么之前以色列呢 说西马尔躲在隧道里 仍然享受着奢侈的生活 身边呢,是靠憔悴的以色列的人质 来保护他的安全 还有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 给他做燃油盾牌 但西马尔最后的死呢 就完全不符合 以色列之前的这些描述 而这种反差呢 很有可能会为西马尔 带来更多的支持 更多的崇拜者 也增加更多对以色列的抵抗 那为什么我说西马尔的死 对于西马尔来说 是必然的呢 因为西马尔的死 这说明以色列 对哈马斯·西马尔 他们所坚持的最后区域 也就是加沙南部地带的军事战略 是正确的 那么以色列军队不断的压迫 就造成哈马斯武装组织 在加沙地区的最后的隧道堡垒 越来越难以坚持 所以才会造成西马尔走出隧道 上到地面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说法 说西马尔是主动走到地面 想要他的死 为哈马斯组织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 创造契机 因为有一些消息说 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进行的谈判 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西马尔 西马尔拒绝向以色列妥协 但是西马尔也看到了 加沙地带现在的这种情况 而且以以色列现在的军事战略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处境 越来越堪忧 那么西马尔既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本心 和以色列妥协 但另外一方面 他必须考虑哈马斯组织 在加沙地带的继续生存 所以也有消息说 西马尔是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 从而让哈马斯的生存空间获得转机 不过这也是一种说法而已 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证实 那么与阿拉伯世界相反 在以色列的国内 西马尔被杀死的照片 引起了人们的欢呼和宽慰 有一些以色列人上传了自己手捧 这位哈马斯领导人 遇害照片跳舞的视频 甚至数个月以来 一直要求以色列政府 与西马尔达成停火 和释放人质协议的以色列人 包括人质的家属 也对西马尔被击毙 表示满意 而与的同时呢 在巴勒斯坦这边 既然过去反对西马尔 过激做法的巴勒斯坦人也表示 西马尔战斗致死的这种反抗和勇气 是令他们钦佩的 另外呢 还有一些专家和民众 对于以色列国防军 以色列安全部门 以及摩萨德的工作效率 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他们搜寻西马尔一年多 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 但最终呢 西马尔却是被一群 以色列的普通士兵 偶然发现而被杀死 甚至杀死他的那些士兵 都不知道他们杀的是谁 直到一天之后 他们返回大楼检查现场的时候 才意识到这是西马尔 从关于西马尔的死 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这边 截然不同的态度 我们就可以看到 同样一个客观事实 在不同人的眼里 因为主观的观点和态度不同 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论 西马尔最后的视频 显示的是一个明显受伤 满身灰尘 已经陷入决定的战士 仍然试图向监视他的无人机 扔东西 这就是那段视频 所展现的客观事实 但是不同的人 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第一个人会说 你看这个人正在战斗到最后一刻 那么第二个人会说 你看这是他用落后的木棍 在仕途和先进的科技做斗争 第三个人会说 你看即使在最后一刻 这个人仍然很暴力 想要造成破坏 所以三个人 看着同样的客观事实 却给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结论 但是以色列这边呢 也意识到了 公布西马尔被杀之前的视频 让阿拉伯人 把西马尔描绘成 一位勇敢的战士 所以呢 以色列军方之后 又发布了几段视频和照片 照片中呢 描述西马尔和他的家人 躲在加沙地下隧道里 说他过着舒适的生活 说他将他自己 置于巴勒斯坦人民之上 那么以色列军方呢 还说在西马尔的藏身之处 发现了大量的金钱 食物和水 这当然符合以色列 一直以来的说法 说西马尔躲在地下隧道里 让加沙民众受苦受难 而他呢 则是以以色列劫持的人质 作为他人身安全的保险 但以色列这些随后的宣传手段 并不能改变阿拉伯人 对西马尔的看法 因为最初发布的那段视频 最为直接 而西马尔在死前 战斗到底的那个举动 也让很多阿拉伯人 看到了西马尔的决心 关于西马尔的死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 天壤之别的反应 就说明了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 在短身之内 都不可能弥合 从去年恐袭到现在 已经降至谷底的关系 我之前呢 曾经专门讲过 到底什么是正义 所谓的盛章正义呢 不是单纯的为了追究责任 追究责任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的在未来 让各方能够共存和发展 巴以关系呢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它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 民族差异 宗教差异 等等的因素 所以如果在巴以关系里 讨讨论正义的话 你很难站在其中一方的角度 来进行讨论 当然你可以站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 就一个具体的行为 来讨论对错 但如果时间尺度一旦拉长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以行为方和受害方 这样的角度 来讨论正义与否 就很难在巴以关系中 获得一个明确的结论 因此呢 巴以关系中 讨论正义与否 应该是站在巴以双方之上 包含巴以双方的更高的层次 站在巴以双方 可以共同生存 共同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讨论 而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也应该如此 但是想要做到这个层次的评判呢 光靠以色列 巴勒斯坦 阿拉伯世界是不行的 因为他们是冲突的参与方 冲突的参与方 很难有任何一方 能够脱离自己的角度 站在更高的尺度上 去考虑问题 因此呢 像巴以的这种复杂关系 必须通过第三方的帮助 才能完成 那么这第三方很明显 就是国际社会 但问题是这些年 国际社会的公信力和权威度 已经大幅的下降 这是造成这些年 巴以之间的关系 又开始出现反复和恶化 而这种恶化的结果呢 就产生了一年前的恐怖袭击 那么一年前的恐怖袭击 就让以内塔尼亚湖为首的 以色列的保守一方 也是以色列的激进右派 很清楚地意识到了一点 那就是 国际社会的权威和公信力 既然出现了明显的衰弱 那么以色列呢 就必须未雨绸缪 确保以色列在未来 五到十年的安全保证 其实中东战事打到现在 内塔尼亚湖的想法并不难理解 他就是趁现在 国际各国的阵营化 还不是十分的明显 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呢 还没有那么团结 美国干涉国际事务的能力 愿望 依然还有比较大的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 内塔尼亚湖呢 就想用以色列最大的力量 将周边 能够在将来的五年 十年 甚至是十五年 二十年 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 所有势力 进行一次大清洗 就算不能彻底的消灭 也要让他们元气大伤 从而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里 不会对以色列构成重大的威胁 这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 全力以赴四面出击 也就是他够不到 也门的胡塞武装 如果他能够够到 也门的胡塞武装的话 以色列也会毫不留情的 对胡塞武装动手 而且很明显 内塔尼亚湖并不怕 把伊朗拉下水 因为内塔尼亚湖知道 如果以色列和伊朗 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的话 美国一定不会袖手彭文 当然伊朗很明显 也知道内塔尼亚湖的目的 所以当伊朗 在以色列的步步紧逼之下 不得不对 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 那么伊朗的外交部 就展开了紧急的外交斡旋 生怕以色列接下来的报复 会造成战争的全面升级 那么无论中东战事的走向如何呢 那么有两个趋势 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首先呢 就是以色列 他基本上认定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 国际权威不会好转 只会继续的弱化 以色列犹太人在这方面 是非常敏感的 因为在二战期间 他们遭受到了巨大的灾难 无论是当时的国际权威 还是所谓人类社会的良知 都没有能够在二战期间 保护犹太人 免遭屠杀 所以从二战之后 以色列的表现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以色列对于国际形势的发展 是非常注重的 一旦发现形势不对 他们就会提前的做出准备 那么从这次中东战事 以色列的表现 我们就可以看到 国际形势的发展前景 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那么另外一个发展趋势 就是巴以之间的关系 已经彻底的恶化 即使现在以色列 因为军事实力上的优势 对周边的反以势力 进行了一轮清洗之后 最终达成了停火协议 但这个停火协议 只是形式上的 它的维持将完全依靠于武力 它会脆弱到 即使有武力来维持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 我们也会不断地看到 巴以双方会继续付出血的代价 但这样的局面 现在是很难避免的 因为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巴以关系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缺乏一个能够包容各方的利益 能够站在各方基础之上 通盘考虑的权威 来进行协调和裁定 没有这样的权威方存在 那么巴以之间的冲突 只能是以一方彻底压倒另外一方 这种形式上的和平 来暂时维持 那么无论是哪一方占上风 都会让巴以的民众付出巨大的代价 问题是呢 这种代价所带来的 并不会是一个长久的和平的基础 那么到底应该支持哪一方占上风 这不是一个对错的选择问题 而是一个两害相比取其轻的问题 所以呢对于这个选择题的考虑 不是说考虑自己的选择到底有多好 而是要考虑如果做另外一个选择的话 会不会更糟 而这种听上去令人觉得非常沮丧的情况 是由现在的国际大环境所造成的 归于在未来的五年呢 都很难看到好转 这里我们只能希望 现在巴以的民众能够少受一点苦难 巴以双方呢能够尽快的签订停火协议 最少能够迅速的达成形式上的和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